Hello, 大家好, 我是Weber 上一条关于开学的影片之后 有些家长留言 问在这里读书的一些问题 我今天就会回答大家这些问题 问题我分开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问学费的问题 我会分享一下 弟弟的学费和哥哥的学费是多少钱 第二, 我会分享一下 什么是国家学费和 什么是国家学费和学费 有多大的分别 第三个部分, 我会说说 Miles在香港来加拿大 完全英文的环境读书 有什么要适应, 和学校有什么措施 去帮他做的 学费就由弟弟开始说起 一般来说, 学费前的学费 都是比较贵的 和香港一样 在学费前 在学费前的学费 其实不一定要学费 所以学费是比较贵的 弟弟去年就是四岁训三日班 即是一个星期三日 一年, 每一天只剩三个半钟 即是一个上午 弟弟去年学费是三千二百五十元一年 到今年, 他还未去到 kindergarten 只不过是kindergarten 所以他会回一个五日班 就是一个星期五日 每天都是三个半钟 只剩上午 学费是五千二百元 这些是kindergarten 支持的学校 就叫做learning adventure preschool 就像N班那样 这间学校就叫做这个名 第二间学校就叫第二个名 除了学费之外, 还会有手续费 手续费是五十元左右 我只能说那些钱都是价币 因为这些是香港说的N班 不一定会读的 所以学费比较贵 五千多元一年 但是去到弟弟 下一年到他够五岁的时候 真的入kindergarten 学费是1890元 读一年 就是副地上午去到三点多 另外还有三百多元的手续费 所以当他去到kindergarten 学费会便宜很多 那到哥哥了 哥哥今年就是grade4 那去年他是grade3 在grade3的时候 他收学费就是2700元 再加300多元的手续费 那今年哥哥就是grade4 grade4只有grade6的学费 就是3100元 再加300多元的手续费 那今年妹妹还没读书 但是如果他三兄妹 一路一路一路读上去的时候 都会在这间学校里读的时候 那其实他一个family 他收的钱 total收的钱 是一个上限的 上限就是11500元 就是说如果你有10个子女 都是读grade4的 然后就要给30万元 但是你其实是不用给30万元 你给1万多元 就可以有10个子女 读grade4都可以了 那你要生多这么多才可以 那这个就是 弟弟和哥哥在这里的学费 而这个学费 是local student的学费 不是international student的学费 那我们初初步 这个学校的时候 我们就在想 是不是要PR 才有local student的学费 因为international student的学费 很贵的 原来不是的 那因为呢 为什么我儿子 是收local student的学费 就是因为 他是我的dependence 我是拿着SP 进来加拿大 那他们呢 就是我三个子女 就是跟着我 进来加拿大 所以他们收的学费 就是当是local student的学费 那我的朋友就是 work visa work visa 来到加拿大 他的子女 都是同样收 local student的学费 但我有另外一个朋友 他们就不是拿working visa 或者不是拿学签进来的 而是 小朋友申请这间学校的时候 就申请学签进来加拿大 家长就是陪小朋友 读书进来加拿大 那么他的学费呢 就是收international student的学费 差不多是9万元港币一年 那么international student 和local student的学费呢 那个比例呢 是可以差四五倍的差不多 那但是 但是反过来说 我的SP呢 我在这里读4 是用international student的身份 来读4 那么其实我读这个4 都是给local student 是为四五倍的学费 来到这里读书的 好 那么最后呢 我就会讲讲 Miles和弟弟在香港 来到加拿大 完全英文的环境读书 他有什么适应 和学校有什么帮忙 其实我觉得适应 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小朋友和朋友相处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小朋友的学习 是怎样 跟小朋友和同学相处呢 其实Miles 在开始呢 其实都不是很惯 因为小朋友相处 是不会遭受你的 就是比如 跟老师聊天 他的老师会慢慢地说话 老师会有读书 你看不明白 就是看功课里面那些字 而且老师讲话 通常就不会有那么多 就是日常生活用语 不太明白那些东西 但是跟同学相处呢 很多时候 同学就不会遭受你 同学有来自很多不同的国家 有不同的口音 同学会不会有读书 跟你讲话的时候 但是有一样好处呢 就是小朋友玩呢 其实不需要语言的 就像我儿子那样 你碰我 我碰你 跑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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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班男生呢 就已经熟了 那我想 看你儿子的开放程度 和看你儿子的社交能力 那大约呢 我想半年左右 或者到一年左右呢 那就应该他会适应的了 那我觉得最好呢 就是你可以connect到 一些香港来的小朋友 因为呢 其实当一个小朋友 进入一个英文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呢 他会尽力去到呢 融入这个圈子 尽力想别人和他玩 但是其实呢 开头的时候 我想小朋友 都有一点点无力的感觉 又或者觉得很无奈 又听不明白 人家说话 你说话人家又听不明白 那样 那我觉得如果他 都是有一些时间 跟一些广东话的人去相处呢 其实他个人会平衡一些 那就是说呢 又有一些香港 讲广东话的朋友 可以跟他聊聊天 就是做一些朋友 也都可以进去学校那里 立即讲英文的朋友 跟我们相处 好了 那学习方面呢 其实学校呢 是一个prepare好 去到教任何言语的学生 去到 去到 融入他的课程的 而是很professional的 那所以呢 其实呢 当一个小朋友 来到学校的时候呢 那他就会慢慢 被老师呢 引导 进入那个学习的模式那里 好似刚才这么说 老师说话呢 会尽力用简单的英文 都会有绿声 你会 你听不明白 或者呢 他会跟家长那里沟通的 就是在CCS 来说呢 差不多每个礼拜呢 老师都会寄两次三封email 跟家长联络 告诉你 Miles 的进度 是怎样的 还有今个礼拜呢 有些什么功课要做 有些什么task 在家里要做 他在学校发生了些什么事 大约都会告诉你 Miles 的情况呢 就是当他去到三个月左右 那么呢 老师呢 就会 认识一下他的英文的能力 那当Miles 他去评估这个能力的时候呢 那其实呢 他呢 就跟本地的学生的英文程度呢 就是拿着一字的 那他在香港 真的用中文去上课 那所以呢 那些学生呢 就会呢 去到 建议给一个 叫做 ESL 的program 那但是他的名字呢 就不是叫ESL 他的名字叫做AP AP 就是说 Alternate Program 那因为呢 他不想那些学生呢 觉得呢 是这几个人有问题 或者这几个人英文不好 那所以呢 就呢 去了另外一个班房那边 那所以呢 这个Alternate Program 是 就是这个感觉好像 是你有得选择的 你选择上 或者选不上 那但是 就是始终都要上的啦 那但是呢 就给他学生的感觉做得好些 那这个program呢 就是给他 就是我听我儿子说 就是给他一路玩 一路去到说英文 就是 玩玩具在那里 给他去形容一下 这个玩具是怎样的 有什么色 是什么形状 之而此之類的 那就是在玩的过程里面 去帮一些 英文是second language 就是小朋友 去提升他的语言能力 那所以呢 所以我觉得 全体来说呢 小朋友在学习上面 是容易适应的 而且呢 在这间学校里面 那些老师呢 都很nice 就是不会说 你不懂就很麻烦了 然后就不理你 又或者把你放在一边 那所以呢 这个language的部分呢 其实他都take care得很好 我觉得 反而呢 是呢 因为家长的英文呢 可能要好些 因为有时候 你都要跟老师沟通 无论email上 又或者是 就是跟老师聊天上面 都要好些 那就 所以 家长都要预备一下 要 无论你写英文 email 譬如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要答老师 那你都要用英文email 去回答他们的 那总括来说 我觉得小朋友呢 的适应力呢 是很强的 那但是呢 其实呢 始终转换了一个 环境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那所以 小朋友去面对这些改变的时候呢 他都要用很多的努力 和呢 可能都要处于一些 很大的压力里面呢 去到面对这些问题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觉得呢 每一天放学回来 你和小朋友聊聊 今天学了些什么呀 又或者是 英文上面 和朋友上面 有没有什么困难啊 突然之间 可能有一天回来的时候 你记得不出声的时候 你问一下他 要关心一下他 那我觉得 父母的支持 和父母和小朋友的connect 是令到小朋友在上学的时候 面对他的压力的时候 是一个力量来的 那所以 各位家长和小朋友 来到加拿大 加油 努力 很快就会适应的了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你like 订阅 哇 谢谢留言 拜拜